完美 那其實 不管是耳聞槍或是耳聞槍 他們都運用到 這是可以偵測溫度的感應器 那在這感應器上面它們其實都屬於非接觸式的感應 那我們這次取得的元件就是針對耳溫的一個感溫元件 那其實它們原理是差不多 那世界本也是期待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像COVID-19這樣的疫情狀況 我們不敢保證未來其實不一定不會再發生 那未來如果這樣的事情再發生的時候 這些資源在網路上它都是公開而且開放的 所以民眾又可以再回到這個公開資源去取得 這個如何去製作這個不管是耳溫槍或是口罩消毒的盒子 大概是這樣 還沒 社會上就很多實驗 例如說把口罩拿去蒸或是拿去做一些實驗 看能不能讓它可以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對 然後我們有捨備到就是有人使用UVC的燈管 對 這是市面上買得到的燈管 對 但是它要接110普特的試墊 它就不太適合讓一般的人可以攜帶使用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比較小型的裝置 然後可以讓大家可以方便消毒口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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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 太太太掛囉 谢谢观看